元旦假期在新疆布尔金县和睦村 村民和游客们不仅一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还尽情地享受冰雪活动带来的乐趣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和睦村的一座小木屋里 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 我先给大家介绍几样我最喜欢吃的 那首先呢是这个酸奶疙瘩 这个呢也是当地在平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 闻起来呢有一股特别浓郁的酸味和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那么元旦期间我们来和睦 除了能品尝到美食欣赏到当地传统乐器的弹奏 要知道这里是和睦 外面的冰天雪地才能展现出它真正的魅力 那么来和睦最吸引人的呢 冬天就是它这雪白的雪 和睦的雪呢蓬松细软富有弹性 而且呢像面粉一样 所以呢也被称为是焚雪 也是很多滑雪爱好者梦寐以求的雪质 与此同时呢 在和睦不远的地方呢 就修建了一家大型的设施完善的滑雪场 这家滑雪场的最高海拔呢 是在2800多米 最大的落差是1466米 那在冬季的时候会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滑雪 那在除了滑雪之外呢 我们在和睦村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冰雪的快乐 此刻呢我身后的朋友们正在玩着当地的一种新玩法叫泼雪 我们都知道在云南各个地方会有泼水的活动 那我们来到新疆和睦可以感受到泼雪 此时此刻呢我也想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一把 我们在一起去体验